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 对那种体积小巧做工又很精致的小东西是情有独钟 而艾库21这个小主机正是其中一员 有事没事就喜欢拿起来摆弄一下 确实是让我爱不释手 打开包装盒 里面除了主机本体以外 就是一个12V2.5A30W的电源 它采用Type-C接口这个给好评 小主机整体方方正正 体积之小 甚至比我的小魔方就大了一圈而已 外观是灰色的CNC工艺 瞬间高级感满满 顶部为塑料材质 但做了特别的处理 使得它和其他金属面很接近 R1正面是两个USB A3.0的接口 和一个电源按键 键程适中 按下去让人很放心的感觉 侧面是一个Type-C口和一个TF卡插槽 最高支持1TB 下面是散热用的出风口 我们来到背面 咦 这里就厉害了 IQ21内置了4个i226V的2.5G口有线网卡 一个12V采用Type-C接口的DC电源口 中间呢 就是HDMI2.0 支持4K60Hz 底部是进风口的风扇 从顶部塑料盖板这里打开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22-42的NV-MV接口 我这个机器类置了一个128GB的SSD 如此小巧的机身 竟然有这么多丰富的接口 一定要来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 卸下4颗螺丝 就能看到内部结构了 它采用双主板设计 下面是个散热风扇 整体结构非常紧凑 底部进风口的位置呢 还配置了防尘罩 这样一来 热量通过散热器 导出到侧面的出风口 iQOO 21有两个处理器版本 一个是奔腾银牌N6005 一个就是我手上的这个 赛阳N5105 赛阳N系列主打的是移动端 采用10纳米工艺 适合视线程 TDP功耗10W 包括支持AES指令和VT-X虚拟化 基础频率2.0G 最高可以达到2.9G 内存方面最大支持16GB DDR是2933 显卡执行单元24EV 微便跑了几个测试 Cinebench R23中 多核1977 单核589 PCMark10办公线能测试 2520 某娱乐大师298981 再来看看本地播放 136M的超高码率视频 CPU平均20% GPU30% 没什么压力 尝试一下AV1编码 CPU报到100% GPU60% 4K HDR10视频播放 CPU达到60% GPU90% 再来看看在线 VP9 4K HDR 没什么压力 CPU和GPU都维持在30%上下 内置的128GB SSD 读写速度表现一般 AQR1拿来轻办公 还是可以的 建议它 如是小的机身 上下班通勤 完全可以丢到包包内 方便移动 好了 我知道 拥有4口 2.5G有线网口的R1 你们绝大多数人 都会用它来做路由器 还记得机身上 有个TF卡插槽吧 我个人建议 使用TF卡作为系统盘 刷写起来非常方便 多个TF卡呢 你们可以折腾起来 换系统也极其的便捷 内置的SSD 用来安装一个Win10 两套系统 互不影响 独立运行 随意切换 作为软路由 OpenWR系统具体跑分 我们来看一看AS256GCM 369338 换到XX20 192730 Chromemark得分 76276 都是N5105的正常表现 Speedtest的千兆测出 GPU13%左右 包括迅雷千兆跑满下载 CPU也仅仅是10%左右 轻松扛千兆是毫无压力的 N5105挂载某云盘速度也有保障 这里建议 大家挂载的服务器 尽可能选择性能强劲的软路由 或者是NAS 基本上是不会出现严重的掉速情况 AQ21内置了4个i226V的2.5G口有线网卡 不过我家里目前并没有2.5G的设备 我在OpenWRT里面开启了iProv3服务器端 使用AppTV iProv客户端的App 刨满我的千兆内网是没有一点点损耗的 当然最近我也在考虑升级家里的网络到2000兆 当然如果你恰好正在升级家里的内网或者是外网 目前的2.5G口的软路由基本上都是标配了 AQ21目前使用了一周左右的时间 稳定不掉线 温度控制在35度左右 但内置风扇的噪声在晚上听起来还是有点动静的 当然是贴着听的情况下 一般来说丢到客厅情况还好 精致的做工 漂亮的外观 比起那些傻大粗 例如我之前用的3865U 果然不是一个年代的产物 强劲的性能也能保障日常的使用 希望这次的开箱能给你在千篇一律的公模方案下 找到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我是小鹏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